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讲法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上乘 上一次课呢,我们已经将商品呢 添加到了商品表里面 但是我们在最后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仅仅添加商品表的信息呢 还没有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 因为我们对于商品类别表里面 这一个列呢,还没有增加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 来补充一下对于商品类别表的 这样一个商品数的增加 那我们来看 这个代码呢,应该在哪个地方写呢 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我们来看这个 分层结构 之前呢,我们强调过呢 对于这个分层结构呢 它的DL层呢,是跟数据库打交道的 Service层呢,它是体现业务逻辑 另外一个层呢,是表示层 它主要是提供用户界面 和展现数据来用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 当我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它应该做两张表的操作 一张呢,是商品表必须增加一条记录 第二个操作呢,是商品类别表呢 必须更新一条记录 让它的商品数呢,加一 那么这样合起来的一个操作呢 就是一个业务逻辑的操作 它需要呢,有两个设计库的操作方法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呢 我们对于DL的方法呢 我们应该独立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实现了一个 add goods 那么这个呢,仅仅就是增加商品的信息 那同时呢,在业务逻辑层呢 我们除了调用这个add goods之外 我们应该还调用一个category DO方法 让它去更新了类别的商品数 好,那基于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的下一步呢,应该是回到category DO 我需要有这么一个方法 叫更新商品数 那我传的参数呢 一个就是类别的id 一个呢,就是数量 那如果有了这么一个方法呢 那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里边 除了能够增加一个商品的信息之外呢 我们还应该呢 有一个category DAO的调用 这个id呢 是类别id 数量呢 我们这儿应该是1 它就应该呢 这么去调用 在一个业务逻辑的方法里边 它可能业务比较复杂的话 就会出现了 调用多个DAO的方法 同样要产生getcata 以便于我们后面通过sprint来注入category DO 好,我们呢 再回到category DO 这个方法呢 我们还没有写一个 印象文件 好,我们呢 打开category mapper 我们来配置一个update标签 update goes number 这个里边呢 就写一个update shop category set一下 goes number 等于 goes number 加上 警号1 条件是id等于 警号0 因为我的参数呢 第一个是id 第二个是数量 这个数量呢 我想增加几呢 我就跟在这个goes number 后边加上几 这样显得比较灵活 好 那么再回到 sprint的配置文件 我们呢 只需要在 goes surface里边呢 增加一个DO category DO 我们需要呢 注入进去 这样呢 我就可以将相关的一些类呢 管理上了 其他地方呢 就没有必要再去修改了 我呢 拨数一下 好 我呢 打开浏览器 我重新来测试一下 这样一个增加商品的功能 好 我随便呢 选一个 现在呢 当我点击发布商品的时候呢 我希望应该是 在商品表里边 多一条记录 而在对应的 手机这个类别 里边呢 商品数 要加1 之前的商品数呢 肯定是0 那我们加1之后呢 应该变成1才对 好 界面上呢 没有任何的出错信息 我们还是回到 数据库里边 先来看一下 商品表里边 好 多了一条记录 那么再回到 类别表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手机 所对应的记录呢 goes number 就变成了1 那么从这个效果来看呢 我们需要大家 能够理解 对于一个业务 逻辑操作来说呢 可能他会调用 多个DAO的方法 对数据库的 多张表进行操作 那么对于这个DAO呢 我们仍然要保持 其独立性 也就是我们呢 既然将它分层了 那么每一层 它做的事情呢 一定要非常的独立 比如说 对于刚才这个增加商品 同时呢 它要更新 类别的数量 我们一定不能够的 写在 goes do里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do呢 只做一张表的 单个的操作 至于说 你这个业务逻辑 会操作几张表 会定有几个do 那么这是业务逻辑 所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goes surface的 实现里边呢 我们就看到 它可以调用 多个do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需要 掌握的一个点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除了将 这样一个业务逻辑呢 进行了一个扩展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也需要解决 在这两个操作里边呢 因为它会同时操作 两张表 那么有没有 这么一种可能呢 第一个操作 增加成功了 而第二个操作呢 操作失败了 那么这是一个 完整的业务逻辑 如果有一半的操作成功 有一半的操作失败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知识点呢 我们呢会在 下次课给大家介绍 它需要呢 我们通过使不认 来进行呢 事物的管理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